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7日星期四 收市之后 恒生指数今天升到200点 虽然在26003至26008之间徘徊 不过也站稳了所有的军事 淡不太淡好就不太好 不过维持国子方面继续失位 所以现在衡量国子和恒子 哪个淡一点一定是国子 7588那些反向部署可以继续 7500恒子的部署可做可不做 今天炒一些医药部分 包括一些无盈利的生物科技 B股的 不过坦白说 今天一些行业的消息都没有 当然个别公司有些小小个别的消息 不过看到整个板炒 那你说说说 说服力是否很大呢 我这里打个问号 不过当然 如果你说强势方面 269、2359这些弱名系的破顶股 从来都是这么可信的 不过你说弱势的反弹 甚至乎空头排列的反弹 很多B字的股份 大到好像中生制约和石约 都是非常弱势的反弹 你问我的话 短炒可以少少水位博下的 打算见底中长线的部署 就言之上座了 最怕就是在无消息的情况之下 单炒一天半天 介入了坐艇 护后再穿底便麻烦 所以如果选择弱务 留意弱名 是的